如果是有興趣吸納石油股的投資者 你又會怎樣建議呢? 油股來說,相對於油價 可能都比較落後一點 例如883來計算 如果以70多元的油價 照計它的股價就不止那麼低 但為什麼這一段 它又不是很能夠跟得到的油價升幅呢? 也可能是受到之前被美國制裁 即是入了一個 entity list 因為這個也有點擔心 如果接下來要在美國那邊 即是再去收購一些項目 或者要用到當地的設備 都會有一個隱憂在 所以這些叫做政治或地緣政治風險 對於883來講是有壓力的 但是如果你說油價真的再升 或者中美這個問題可以緩和一點 會不會接下來這個 list裡面 又有些調整 可能是883可以有 好像之前的TikTok 或者是騰訊 即微信那邊 被人離開 都不出奇的 所以我覺得油股 還有一些投資價值 特別你說 如果說857離界或者386 他們近期的勢力更加強 那原因就一來 現在內地的原油的消耗是厲害的 因為國內主要都是做下油 即無論煉油或者銷售業務 是做得比較多 所以只要你說國內的生產經濟繼續是強 對於這兩種股份都是會有大動 再加上他們在那個派息方面 又是很吸引的 譬如以386來講 那麼它的優勢都去到10厘 如果你計算收息 是很吸引的 收息角度比匯豐更厲害 比匯豐更厲害 比公用股 所以本身如果你說一些基金 投資者是想要一個穩定的收息 而他們又不是看得很淡的油價 那可能就會將那個注碼 放到這些叫做石油石化的股 好 好